通脹時期,每個人都說,美股其實不太瘦 以往歷史研究,是否反映美股在這麼高的股值下會有危機? 分開兩樣東西,如果純粹以通脹來說,股票就不會是一個敵人 因為你都明白通脹那麼高,但息口那麼低,最痛苦的都是債券 因為你始終買下去又沒有息,但我又買了,你的通脹是這麼常 但股票來說,還是有一個增長,因為反過來通脹的時候 亦都反映了企業賺錢的能力強了,它買的東西貴了 但就要留意一下股票你怎麼選擇,究竟你的通脹是否會受惠 甚至乎也都解釋了為什麼今年年頭到現在,整個商品市場表現很好 而相關和商品市場相關的行業也都表現很好,這是第一 但第二件事,你剛剛聞到美股,市值貴就是另一件事 它確實短期內真的有很大的壓力,原因第一,市值很貴 市場預期很好,對它的盈利預測 再加上其實還有很多隱藏的東西未討論,包括了碎仔 這些都是要留意的 這個圖其實我看你們內部做的一些預測 例如拿回以前的歷史來看 現在我們想如果用美國的整體通脹來看,都已經5.4%了 都是介乎5-6%的位置 其實以往,譬如一些市盈率的中位數,我們看回都是14-5倍左右 但譬如現在你標譜,各樣的那些,其實都已經去到差不多30倍了 是的,NASDA的那些差不多50倍了,我們怎樣拿捏這個股值的問題 股值是一定有一個壓力起到 也都是為何投資者的氣氛就是經常都覺得,美股是不是要調整呢 下半年來講,大家要有個身份準備,美股波動會越來越強 而其中當然就是股值是一個元素 第二件事,市場的預期很強 但是不要忘記,拜登政府還有稅制 這件事都還沒討論 有很多照 還有一大堆東西在背後 很多噪音 那我想去到9月,甚至乎,接下來的日子 例如聯儲局怎樣決定債市QE的看法 或者是一個息口 那這些可能會令到美股今年下半年出現一次10%到15%的調整 不過你說這幅表當然是拿平均 但是如果你說市值、市盈率去到一個比較合理的水平 那就不要錯失一些有質素的美國企業 真是選股,不要只看大市 但是有時候我們都要摸一下大氣氛 最近我都說了,很多人說美股要下跌 那硬是還沒下跌 但是有很多指標,大家都會抓出來覺得 那個拐點是否即將出現 就是問問Partling的意見 例如我們之前看到很多股份不停創52週新高 但是最近你會發覺,譬如標普為例 不停創接近新高位的時候 創52新高的股份其實就不停下跌 那就反映市場寬度 即市寬其實就越來越窄 那很多人就說,好像有些消耗性上升 再加上接下來我們現在在玩業績期 就是上星期開始很多大型銀行 接下來有很多科技股消費類型股份 即我們怎樣看待未來可能短一點 一至兩個月的美股 是不是我們靜心等它有機會做個調整才買 當然等是痛苦的,很多時候等一等下就越升越有 是的 投資者可以看幾樣東西 我想最關鍵就是有一個倒極的方式 就是上半年美股告訴你 一個的負面元素不夠的 如果你想說股值很貴很貴 不夠跌的 很不想 如果你說,不是 就是央行那個失策 就是例如通脹走高得很快 它控制不到知識 QE做錯了決定 發覺都有的 年初的時候知識走得很高 但是跌不久 第三樣東西 拜登政府那個政策 究竟它的稅制是否真的搞得定 沒有用的 一個不夠的 但是如果三樣東西 甚至乎包括經濟預期 都曾經出現過 特別上一兩個月 有少少擔心經濟增長 但都我不想過沒有事 但是那四樣東西同一時間 在今年下半年的某一個時間 同一時間累積發生 那就另一個說法了 剛剛說的那四樣東西 其實你會發覺去年 今年整個半年 未試過同一時間發生的 沒有試過同一時間說的 但是去到下半年 如果那四樣東西 例如特別是剛剛說 去到第三季尾 第四季尾 高峰期間 例如水際 大家對聯儲局的預期 越來越大 這些關鍵的時候 投資者就要小心 因為它開始累積上去 好像塌植木一樣 到時估值那麼高 自然的調整壓力就會越來越明顯 可能投資者可以人自己操 對呀 它已經有四眼燈了 那你就要自己留意了